大家都知道 李董在不久前买了一辆 Camry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新车呢 他看了会很伤心 这一款车就是 Camry 的小改款车型 这款车虽然说是小改款 但是不管是配备引擎等等部位都升级巨大 那么升级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新的小改款 Camry 第一个改变的点就是这个前脸 在小改款之前 Camry 前脸是比较雄悍的外观设计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小改款的车型 这个外观变得比较斯文 比较优雅 你们觉得这个车头好看吗 我觉得 黑色配上这个车头 真是非常的雄 小改款前的 Camry 虽然也有 TSS 但是它的 TSS 并不支援 Stop Angle 功能 而这个小改款 Camry 升级成的 TSS 2.0 它的主动是定速巡航 有着一个 Stop Angle 功能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 Highway 还是在这个程式驾驶呢 它可以依靠这个 Stop 功能 自己的停跟踩刹车 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也是这一次 Camry 比较大的升级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 小改款 Camry 的内装设计呢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氛围灯 电子手刹车等等都还是有 最明显的差距就是在这边 原本贴符在中控台上面的这个触屏足跡 8 吋尺寸 变成了独立式的足跡 而且尺寸升级成 9 吋 除此之外呢 这个主机也支援了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个萤幕来进行导航或者是听歌功能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一台车全车多了 6 个镜头 其中有 4 个镜头就是显示着一个 360 度环境摄像功能 这个功能对于 D Segment 来说非常的适用 还有另外两个功能 我们有向原厂学问 他们说这个其实是进行这个车道偏移侦测的系统 除此之外 这个内装的设计还是质感非常的出色 另外也有很多便利的功能 例如说 这里有一个老板键 方便后座的乘客拥有更大的后排空间表现 你以为这个就是全部了吗 其实还没有 后排还有惊喜 走 我们去后面看一下 这个后排的空间表现还是维持了 Camry 的一贯水准 你可以看到用老板键把这个椅子向前推之后 这个脚步空间多么的出色 而且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 以及这一个两个 USB 插槽 重点是 这个功能是小改款前没有的 它多了一个触控面板 你可以通过这边 控制这个椅背的调整方向 你可以控制冷气的风量 冷气的温度 也就是说 这辆车拥有三驱的 独立空调 前面两驱 后面一驱 而且可以独立调整它的冷气 还有它的温度 至于这个后座的舒适性其实是非常的舒适的 因为 你可以通过这个 来调整椅背的角度 你要怎样做 都可以 至于在舒适性方面呢 这款车的舒适性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悬吊过滤碎震的表现 一级棒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原厂重点强调 这台车虽然在硬件上面没有改变 但是它们加强了底盘以及防火墙的隔音 根据我们的测试 这台车的隔音表现 堪比一些豪华品牌 尤其是引擎防火墙的声音 还有轮胎的隔绝声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建议各位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车辆已经发布了 可以去试驾一下 你会很惊喜 这具引擎是马来西亚消费者 7代19的2.5公升Dynamic Fox N裙 而且可以看到 引擎盖有油压顶感的设计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09PS 峰值扭力表现 253Nm 比起小改款前的185跟235呢 有着明显的进步 而且变速箱也从原本的6速自排 变成了8速自排 所以这款车的这一个 整体表现呢会有很大的进步 既然讲了引擎 走我们去试驾看一看 既然说到引擎更换了新的引擎 那么就一定要讲下这个动力的感受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蛮长驾李董的车 那个2AR FE的引擎呢提供的是185PS的引擎马力 对于Camry来说这样的引擎动力其实是算够用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要它有很好的动力表现 就是很热血的动力表现 这个引擎是给不到的 可是更换了这个马力达到209PS Dynamic Fox Engine之后呢 这个Camry的加速表现终于有一种热血的感觉了 而且呢它可以跟这一个底盘做很好的搭配 果然TMGA跟Dynamic Fox Engine就是一个绝配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目前我们是开在这个Cara Highway上面 Cara Highway就是一个出了名的 山路 所以对于引擎的这个动力表现是蛮 要求蛮高的啦 可是基本上这个引擎 可以很轻松的 增幅这个Cara Highway的山路 就算是在普通模式下面呢 这个动力输出还是蛮线性的 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这个8速的自排变速箱是CVT 它柔顺 但是动力表现很好 我现在基本上如果是开着110的话 它完全不会有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这一点就真的比这个 2AR引擎好很多 如果你当你切换到这个运动模式的话 变速箱跟引擎都会变得很激进 尤其是这一个 油门你知道一身材的话你会感受到还不错的贴背感 毕竟这具引擎在Lexus ES 上面都可以做到0-109秒的撑击 所以在Camry这个相对更轻的车款上面 它的加速表现肯定不差 来我们踩一段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引擎的声量不大而且加速还蛮快 而且刚才那段是上坡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ynamics Engine的潜力了吗 我只能说这次Camry搭配的这个引擎可能售价会高了一点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是它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你要动力强的Camry 现在它终于有的 马来西亚的D-Segment 有多少辆能够有给你200PS的马力呢 原本的Camry 就有着JBL 音响跟抬头审视器等等酷炫的功能 这一次配备跟引擎再次升级之后 让它的整体竞争力更强 虽然说价格有所调长 但是实际上这款车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你们对这个小改款的Camry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